上周邓紫棋因不愿换歌而退出《我是歌手2015巅峰会议》引来议论纷纷 舆议论大多直指邓紫棋耍大牌不懂饮水思源 《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表示 他发火并非针对邓紫棋本人而是他的经纪人张丹 张丹到底是什么来头 敢得罪内地第一娱乐卫视 张丹出生于香港 毕业于美国洛杉矶音乐学院 是疯鸟音乐有限公司创始人和经纪人 他的父亲张仁强祖籍福建 早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钱中书 后只身赴香港发展 事业顺风顺水 曾经为何鸿燊汤军年等大亨服务 操办公司上市或并购业务 1996年张仁强在澳门成立第一海域地产主营精品楼盘 张丹与邓紫棋结缘是在2006年 当时邓紫棋去参加校园歌唱比赛 张丹正好为这个比赛当评委 留意到邓紫棋这个小姑娘 拒而签下邓紫棋 签约后的邓紫棋开始接受演艺方面的训练 但没有离开学校 直至2008年他中学会考考完才正式出道 张丹可能一直接受西化的教育 在文人处事上与娱乐圈行业的传统 与分围显得格格不入 因此时有冲突 正如在换歌这件事上 张丹也是占了道理却毁了人情 因为手机会在这里 如果您可以留意一下 我会让你去看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